俗话说,富贵谁人不欲,俘虏岂能强求,谁不想挣钱发财 但是你看,但凡有人在餐桌上说,兄弟,我觉得你干什么什么,保准能挣钱 那你让他干,他觉得说,我有媳妇孩子,我脱不开身,我有工作,我跟你不一样,这那一大堆理由 你看吧,说到底,其实谁也保证不了任何东西 他自己都没底气,那说明,追求财富名誉非常难 就好像现在,有的人想靠这个短视频挣钱 我们总听说现象级涨粉,没听说过均匀涨粉吧 没听谁说过,哎呀,我这个竹子开花节结构,每个月跟上班打猫似的 一个月一万粉丝,连续12个月上涨,这么规律的涨起来的,你没听说过吧 那说明什么,还是这个问题,名利这些东西,运气成分很大 跟努力是有一点关系,但只是努力,失败的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能认为这东西是上天的安排 如果很幸运,你发现你有某方面的才华,一定要珍惜这种上天的恩赐 我们也不谈什么感恩这些折纳 为什么要珍惜呢,只有明白了这个东西不是属于我的 等失去的一天,我才不会沮丧 是吧,那些一天挣了几个亿的人,可能第二天一切说没就没了 他这人啊,一下就颓了,那你怎么办呀 他就总以为这是凭自己努力得来的,对吧 显然不是纯靠自己得来的 那有同学就说了,那还是没有出现机会 但凡我能瞅准的机会,绝不错过 那当然了,那时候大家都得一窝风扇抢啊 尤其是九阴真经就是这样 这些个江湖上二三流的角色都是这么想的 那是,一旦你得到了纳布一夜之间得称霸武林嘛 甚至丢条胳膊少条腿那样乐意啊,是吧 但是呢,要是本身已经是江湖上东邪西都南地北盖这样的角色 按理说就不太瞧得上了 那我不恋为天下第一了 那我还有这个必要,就躺这趟浑水嘛 所以,照说欧阳峰也不应该那么看重九阴真经 可是他为什么还非舔着个脸,脸都不要了啊 明抢暗夺,非要弄来不可呢 那为什么呢 九阴真经跟他武功又不是一个路数 那是道家万寿道藏,修身养性的路数 他也不怕练多了走火入魔嘛 这个我们不去讨论 总之,只要他得到了 是有可能从此称霸武林,天下无敌的 那于是这不就在船上跟周伯通打赌说 你要是输了,答应我一件事嘛 明显是想骗出来九阴真经嘛 所以我们接着说啊 欧阳峰到底能不能让周伯通说出九阴真经来呢 他首先,先把周伯通单独给叫走了 然后把郭靖、洪七公安排进了后舱 给他们安排了几个小丫鬟伺候着换衣服洗澡 估计说到这儿,很多同学听得一头雾水 说啊,不明白为啥换个衣服洗澡还得丫鬟伺候啊 自己不会洗啊,真的假的,乱编的吧 还真不是 古代有钱人都是小丫鬟伺候着洗洗涮涮的 那时候达官贵人恨不得吃饭都得有人喂着呢 身份越高越懒得动他 恨不得坐着挪条腿都有人给挪呀 你看李鸿章出访纽约的时候 身边除了抬轿子的就有一个专门给伺候着点烟的 还有一个端着弹筒伺候着吐痰的 给老外这帮官员都看傻了 估计心里琢磨这李的人是半身不随了还是怎么了 这点烟都得伺候啊 他们没见过这个阵仗 那是 英国皇室2018年那个凯特王妃生孩子 不也得自己抱着吗 那可能他们不会享受吧 其实啊 当皇权不受限制的时候 这种欺压百姓的事情就越来越变本加厉 有团人说了 那古代皇上不也有罪己诏还打龙袍呢 那都是给底下人装装样子 即便装这么一下 下边也立马是高呼皇恩浩荡了 是这样 一般官员的别说子女了 儿媳妇姑爷那都鸡犬升天 一大帮人伺候呢 社会底层人是没有尊严的 草菅人命的事情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 得看他底层人是不是活得有尊严 不能光看上面 那你要光看上面那李鸿章的人 那不比谁活得体面 是他是体面了 老百姓倒霉了 所以现在你说一大帮小丫鬟 你伺候着看着特别扭吧 但那在当时实属寻常 老百姓已经觉得就能活着就行 你给我口饭吃就行 我可以不要尊严 好 我们单说洪七公跟郭靖 被伺候着换衣服这事 洪七公是无所谓 让脱了个精光 几个小丫鬟给他擦拭身体 他大大方方的 毕竟北盖内心豁达 什么世面没见过呢 不卑不亢 你伺候我受着 你不伺候我自己来都行 郭靖就不行了 刚给他脱了两件 吓得他自溜一下 就钻被窝里面去了 小伙子害羞 当着小姑娘面 哪好意思脱光啊 胀红了脸 给几个小丫头乐得咯咯直笑 没见过这么害羞的人 洪七公也笑啊 说你怕什么呀 还能吃了你吗 郭靖摇头说 别别别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等伺候完了 端上来菜 丫鬟们全出去了 洪七公看着这一桌子的 美味佳肴 还有美酒 拿起来在鼻子边 闻了闻就说 这些东西最好别吃 老毒物可阴险的很 他估计是诡计多端啊 咱们只吃米饭吧 于是拔开自己的酒葫芦 咕咕咕咕咕来两口 就着米饭吃 还真就不吃别的了 郭靖也听他师父的话 吃了三大碗米饭 韭菜一口没动 然后郭靖就问 师父 您说他把周大哥带走 要他做什么呀 洪七公说 那绝不能是什么好事 老顽童这下可不妙了 之后仓门推开 一个少女说 周老爷子 请郭小爷来后仓说话 哎对 把郭靖给叫过去了 等郭靖刚跟着一进后仓 还没等他说话呢 欧阳峰一把就把门给带上 同时跨上两步 伸手瞬间抓住郭靖的左手卖门 这下快捷无比 郭靖没有防备 感觉到这个手腕上 上了一个铁箍似的疼啊 欧阳克同时拿出铁扇 顶着郭靖的后心要讯 郭靖一脸的迷茫 不知道他俩这要干嘛 欧阳峰就冷笑的说 老顽童打赌 输了不认账 说好了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只是让他写一下九阴真经 抄下来给我看 他却死活不同意 说话不算数 郭靖心想 那他必然不能同意 怎么能把九阴真经交给你呢 就问 周大哥呢 欧阳峰冷笑一声说 他发过誓 说要是赌输了不照着办 就跳海自杀去喂鲨鱼 总算他还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这句话都是没赖账 郭靖大吃一惊说 啊 他 他 说了两个他 就想扭身往舱外跑 去看周波通 但是无奈被欧阳峰抓着呢 动不了 然后就看欧阳峰手指桌上的笔墨指研说 现在当今世上 也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经的原文了 你给我写下来吧 郭靖只摇头不答应 欧阳克就笑着说 刚才给你和老教花的韭菜都有毒 不吃解药 六个时辰之后 毒发身亡 死状就跟海里的鲨鱼一样 肚皮朝上 嗝皮着凉 只要你乖乖写出来 就饶了你们俩 郭靖心里一惊 幸亏师父激警 不然真就着了他们的道了 盯着欧阳峰又想 你好歹也是武林宗师 怎么干这种卑鄙勾当呢 欧阳峰就催他说 你写下来怕什么的 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 迟疑什么 你小子邪不邪 郭靖凛然说 你害死我一兄 我现在跟你仇身四海 要杀就杀 想要我屈从 那是痴心妄想 王阳峰一看一看 这小子够宁的 就说好小子 算你有骨气 你不怕死 但你连你师父的命也不要了 郭靖还没答话的时候 就听见嘎吱一声巨响 船舱木板被震碎了 大家回头一看 红旗宫手提两只木桶 踹开舱门 两个水柱就泼进来 水柱包含着劲道 泼具威力 朝欧阳峰笔直的射过去 欧阳峰不敢怠慢 这玩意泼身上那得受伤啊 赶紧抓着郭靖躲开 但是同时听见欧阳克一声惨叫 被红旗宫抓住后脖领 再给低了手里去了 这每次 红旗宫抓欧阳克 都跟抓泰迪似的 嗷了一声 这小子就被抓住了 红旗宫哈哈大笑说 老独物 你千方百计想害我 老天爷总是不答应 那他看自己侄子被人抓了 就只能陪笑着说 哎 齐兄 你又来考验兄弟功夫了 咱们到了岸上再打也不迟啊 红旗宫笑着说 行 但你抓住我徒弟手 跟他这么亲热干嘛 那欧阳峰说啊 是这样 你也知道 我跟老顽童赌输赢 你还算是中间的证人呢 对不 这没错吧 但他说了不算不守事约 我可不就只能为你试问了吗 红旗宫说 嗯 那老顽童呢 郭靖忍不住说 周大哥已经被他 被他逼着跳海死了 红旗宫一惊 抓着欧阳克跑到舱外 看到四处的波涛起伏 也瞧不见周伯通的影子了 欧阳峰把郭靖也给拽出来 松脱了他 说 郭贤侄 你武功还差得远呢 人家一伸手 你就听人摆布了 去吧 去跟你师父再练十年 再出来闯江湖吧 哎对 把郭靖给放了 郭靖也顾不上自己安危 赶紧爬上围杆 四处瞭望 想找找周伯通 当然红旗宫看他这么做 也就把欧阳克给放了 说 老毒物 你逼死了老顽童 那将来自然会有 全真教跟你算账 你武功再高 我看也未必挡得住 全真妻子 欧阳峰是微微冷笑一声说 他们埋怨我 我就说这里你也有份 俩人相互瞪了对方一眼 心里恨不得都弄死对方 但是表面也没再说什么 各自回到了船舱里面 回屋里 郭靖就想起来 这么成天嘻嘻哈哈的一个一兄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还没来得及告别人就没了 越想越难受 趴桌子上放声大哭 红旗宫是自己跑到厨房里面 找了点饭菜 自己做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睡睡 也不理欧阳峰他们 跟郭靖俩人吃的宝宝的 欧阳峰呢 是一直守到第二天 琢磨着 这老教花 这俩人按说中了毒时间也差不多了 该撬辫子了 毒死了老教花那正合心意 但是不能毒死郭靖啊 毒死这小子呢 九阴真经不就没了吗 趴到门缝往里看 本来想着 要是他俩出现了这个中毒的征兆呢 假如郭靖这小子 要是突然开始抽搐蹬腿呢 那就得赶紧进去 给他喂个解药物的 但是看他俩还谈笑风生呢 这个红七公声音洪亮 中气充沛 哪有中毒的意思呀 心里奇怪 一想也是 凭他这么激紧 那不能轻易中毒 红七公跟郭靖聊什么呢 就说了一些丐帮的事情 还语重心长的说呀 我们丐帮向来是做了好事 不留名的 尽量不让人知道 做好事还故意让人知道 那太虚伪 根本不是狭义道 最近呢 刚好琢磨着要立个新帮主 以你的人品确实少有人能比得上 可惜你不想当轿花子 不然我这根打狗棒 非得传给你不可 不大一阵听到外面叮光五四的 好像砸船的声音 同时门缝里开始往屋里钻大批的毒蛇 红七公大叫一声说 不好 老毒物放蛇 咱们快跑 掏出怀里的钢针 顺手一扬 就钉死了几十条蛇 打的是非常爽快 越杀越兴起 但是眼瞅着钢针 剩下的也不多了 船舱的壁板 咔嚓一声断裂了 跟着掌风袭来 欧阳风冲进来 朝着郭靖就是一掌 郭靖感觉到掌风凶猛啊 并起双掌 竭尽平生的功力 这么一挡啪的一声 给挡开了 给欧阳风吃了一惊 心想好小子 跟着欧阳风继续出招 郭靖是左隐右带 双手招数之怪异 给欧阳风都看呆了 从来没见过他这个双手互脖的怪招啊 按说就算俩郭靖也扛不住欧阳风嘛 等欧阳风突然发出咕咕咕的叫声 要用蛤蟆弓的时候 红七公大叫一声 妙极了 靖儿你让开 他帮郭靖给接过来了 还说呢 老独物你连我小徒儿都打不过 还舔着个脸装武学宗师呢 说话飞身而起 一招飞龙在天 郭靖在旁边也跟着帮忙 心想我们师徒俩 对战他们输职 欧阳克也不是我对手 那这么打起来呢 他们就打不过我们 但是红七公没打几招 一把抓着郭靖就给他抓出来了 因为现在甲板上到处都是蛇 被咬一口可废了 所以抓着郭靖说咱们上围杆 郭靖说我要打死他侄子 给郭大哥报仇 红七公说顾不上了 这么多蛇呢 郭靖一听也对 只好作罢 跟着师傅往上爬 那好吧 师徒俩就这么上了围杆 到了高处就咬不着了 欧阳峰之暗叫糟糕啊 但是那也奈何不了他们 自己也不能往上爬 你从下往上宫 那肯定吃亏啊 那不得让人一脚给踹下来 那只能用密密麻麻的蛇 在下面把桂杆给围住 跟他侄子俩人 还有一帮赶舌子 在下面干瞪眼 没办法 师徒俩在桂杆上 闲着是闲着 红七公就跟郭靖说 哎 就这些蛇吧 最怕生口的尿 咱们俩虽然不是生口 但是人的尿他们也怕 所以咱们俩一边唱歌 一边往下面撒尿怎么样啊 那郭靖一听就来精神了 小孩的玩意心就被勾搭起来了 说行啊 那唱什么好呢 红七公说 那就唱个孤勇者好不好啊 郭靖是孩子嘛 一听孤勇者 那必须得唱这个 说好好好 我就喜欢这个 于是红七公刚说了个开始 郭靖就开始唱 哎 你孤身作安乡 哎 你不归得模样 哎 你不醉斥国绝王 不敢过无依 哎是他不光唱 他还做动作 同时往下撒尿 这个场面可以说是一度控制不住啊 我就不学他在地上打滚那出了 红七公也尿得起劲 郭靖更是玩命的尿 关键还有孤勇者这首歌给加持 无敌了简直 下面毒蛇 遇到这俩人的尿 就开始翻肚皮 乱窜 开始互相咬 给那帮赶蛇的仆人都慌了手脚 红七公打断郭靖 说哎 行了行了 你冷静点 这要不拦着的话 你怕是要唱得背过气去啊 欧阳峰跟他侄子都看傻了 心想我操这俩混蛋 这也太气人了 你们俩敢再损点吗 我想弄死郭靖吧 抓不着他 干气没办法 就说行 你行 好 哎 你俩给我等着 然后进去 招呼了一大帮伙计出来 摆了一大桌韭菜啊 什么好吃 吃什么 大肘子 红烧肉啊 这个香气扑鼻啊 在下面一帮人吃着喝着 给上面红七公 郭靖缠的 哈喇的都流了一大片 本来红七公就贪吃 你吃着让他看着 这不是折磨人吗 气得就在围杆上面骂鸡 把欧阳峰什么 七的姑八的姨 十八代祖宗都骂了个遍 欧阳峰也不理他们俩 郭靖是嘴笨 没什么好骂的 顶多就说一句 你骗人是小狗 也没什么杀伤力 俩人就这么被困在围杆上 晚上都睡上面 下面一直守着舌 轮番有人值班 等到第二天 下面一帮人又摆了一大桌 好酒好菜 招呼他们俩说 红帮主 郭小爷 下来吃啊 来呀来呀 上面这俩气得干瞪眼 红七公就什么 执娘贼啊 贼私鸟 又一顿骂 骂得嗓子都快哑了 再等到第三天 给俩人已经是又饿又困 折腾的是头晕脑胀 红七公就叹了口气 说哎呀 要是我那个女徒弟 荣儿能在 凭他的聪明伶俐 肯定有办法 对付这个不要脸的老毒物 光凭咱们眼俩就没办法了 只能任人摆布了 正哀声叹气呢 郭靖突然发现远处 飞过来两个小白点 越来越大 一看是自己的两头白雕 等两头雕停在自己身边 当然高兴了 一边摸雕 一边说 师傅 这说曹操曹操道啊 荣儿会不会划船来救咱们俩呀 红七公说 那可太好了 就是这个雕太小了 背不动咱们俩 郭靖灵机一动 哎对 他也有脑子突然灵光一闪的时候 扯下来一个小布条 上面写了 有难两个字 绑在雕的腿上 拍了拍说 好雕儿 去帮我找荣儿过来 雕听他这么一说呢 腾空而起 恋恋不舍的转了几个圈 又飞走了 可是雕飞走了半天也没回来 下面的一桌饭菜的香味 红七公实在是闻着受不了 就说 静儿 咱们干脆下去跟他们拼了吧 郭靖说 哎 师傅 您再等会儿吧 说不定荣儿待会儿就能来了 红七公说 嗯 好吧 哎对了 要想抵抗饥饿 你说什么办法最好 我告诉你啊 咱们就得想想最恶心的东西 比如你师傅 我曾经到这个极北苦寒之地饿过八天 差点没给我饿死 后来我挖第三尺在地里挖出来五条东西吃了 你猜是什么东西 郭靖说不知道啊 红七公说 五条蚯蚓 哎 软软滑滑的 吃了还真扛了一阵 给郭靖恶心的 当时就不饿了 但是 那时候估计他们没看过这个荒野求生的贝爷 那要是饿的时候 那看看贝爷吃什么蟑螂臭蟲 大肉虫子 大天牛 那更带劲 估计能直接给郭靖看吐了 红七公就补了一句 虽然有的虫子很脏 但是再脏也没有欧阳峰那么脏 欧阳峰才是江湖上最大的一个害虫 是吧 那歌你听过没有啊 我们是嗨冲 我们是嗨冲 那歌唱的就是他 说到这儿呢 欧阳克就在下面笑着说 红伯父 郭世兄 家书只想借九阴真经一关 并无他意呀 听他这么一说 红七公突然灵机一动 说啊 你们只想看看九阴真经啊 那好 小畜生 老夫算是中了你的诡计认输了 你现在去拿酒肉来 我们吃饱了 明天就告诉你 欧阳克一听高兴 说了句 好 赶紧下去去准备酒肉 知道他是一代宗师 言出如山啊 答应了 绝不能反悔 同时赶走了所有的毒舌 放他俩下来 等红七公坐进舱里 咕咚咕咚 开始喝酒吃肉的时候 郭靖就好奇 问说 师傅 这酒里您不怕有毒吗 他说 傻小子 他们等你写经书给他们呢 这次绝不会下毒 放心吃 听我的没错 郭靖一听啊 也对啊 于是放开来吃饿了三天 总算是吃顿饱饭 等爷儿俩都吃饱了 一边抹嘴上的油 红七公是一边凑近到郭靖的耳朵边 小声说 老毒物不是想要酒阴真经吗 待会儿你写个酒阴假经给他 郭靖不明白 酒阴假经 红七公说 小点声 但是他自己捂着嘴都快笑出声了 强行憋住 说 你要知道 全天下只有你一人知道真经原文 你当然可以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太上老君也不能知道是对是错 回头 你把经文颠三倒四这么一窜给 他能练成个屁啊 练上一百年也没有用 郭靖心里一乐 心想这招太损了 这损到家了 那简直确实应该让他上个大当 好 就这么办 但是转念一想 说师父 这欧阳峰武学身战 为人又积警 弟子纯粹胡编乱造 这么胡乱书写的话 我这文笔又不怎么样 那很容易被他识破呀 洪七公说 哎 你这样 你给他写个似是而非 三句真话里面夹着一句假的 他哪能识破 尤其是练功秘诀 呼吸吐那八次 你给他改成六次 伸拳踢腿七次 你改成十次 说手心朝上 你给他改成朝下 他再激情也绝不能发现 郭靖点头说 啊 对对对 您说的有道理啊 洪七公是扑吃一笑的 实在是乐得快忍不住了 说 我还真想看看老毒物 炼成了你这个玩意儿 最后变成什么德行 我真是宁愿七天不吃不喝 我也想瞧瞧老毒物 炼酒阴假经的丑态 绝对好玩 郭靖说是啊 他要是炼假经 那不但耽误时间 反而对身体有损无益 那肯定是要糟糕了 洪七公就笑着说 那你现在就好好想想 怎么篡改经文吧 啊对了 前三页欧阳课也看过 你别改 把后面的全改了就行 郭靖点头称事啊 然后这一宿都在琢磨 该怎么改才好呢 越想越觉得有趣啊 同时想到 哎呀 可惜一生贪玩的周大哥 没看到这个事情 不然凭他性格可得开心死了 想到结拜的兄弟和荣儿 一个生离一个死别 也是忍不住 长叹一口气 等到第二天早晨呢 洪七公是故意的大声 对欧阳克说 你听着 劳教花武功自成一派 就算九阴真经 放在眼前 我也懒得瞧上一眼 只有那武功不成的贼死鸟 才惦记别人的玩意儿 你去告诉你的狗叔叔 现在我让我徒弟 把真经写给他 我倒要瞧瞧他练了真经 能不能奈何得了老教花 真经武功 跟他本门武功又大相径庭 练了真经 难免荒废了本门武功 这么一增一减 等于脱裤子放了个屁 欧阳克说 洪伯父此言诧异 我二叔武功已经真至化境 你老人家武功也到了一样的境界 不是也不能赢我二叔一招办事吗 您两位的武功 都不用再练九阴真经了 家叔常对小直言道 九阴真经恐怕浪得虚名 家叔只想指出其中虚妄浮夸之处 然后告知后人而已 那不是造福武林吗 哎你看 没事就给他这个不要脸的二叔 往白了瞄 其实越瞄越黑 洪七公哈哈大笑 说行了 你也别替你二叔吹牛了 来静儿去给他们去写吧 欧阳克就带着郭靖走出去 去到了欧阳峰的房间里 其实他们这段对话呢 欧阳峰趴在门缝外面 早就听见了 洪七公也料到他会偷听 所以才大声说的 欧阳峰是连连点头 心想 确实老教花向来自负的很 所以他终于答应告诉了真经 否则以他的性子杀了他 他也不会说 欧阳克带着郭靖到另一个屋 安排了笔墨指宴 看着他写 郭靖确实没有读过几年书啊 笔记非常拙劣 字写得很难看 写得又慢 而且还提笔忘字 比如说九字怎么写啊 经字怎么写啊 老是问欧阳克 不过九字他应该知道怎么写 不至于文盲到这个程度啊 咱就说这个意思啊 总之写几个问一句 写一会问一下 赶上跟欧阳克给他上语文课了 欧阳克也挺耐心的 慢慢告诉他 他也学了不少字的写法 折腾这么一上午 坑坑吱吱吱写了九阴真经上半部的一小部分 欧阳克赶紧拿给他二叔看 欧阳峰端详了半天 看经文言辞古朴 料到一定是寒意深远 这个只能回到西域再慢慢看了 同时想到数十年心愿终于得偿 忍不住心花怒放啊 他看郭靖这个傻头傻脑这个样子啊 写的字又歪歪扭扭跟鬼话符似的 那定然光凭他自己是捏造不出来这么深奥的经文的 心想那肯定没错了 又听欧阳克在一边说 这傻小子很多字都不会写 还是问我我告诉他的呢 我交给他的 听到这就更不怀疑了 他哪成想郭靖傻小子早就受了师父的叮嘱 把经文很多细节都给他胡编乱改了 搞得颠三倒四的增减的内容着实不少啊 左都改成右上都改成下 顺时针都改成逆时针了 以及上卷经文最后有一段像咒语一样的奇怪的内容 更是被郭靖写的是驴唇部队麻嘴 纯粹是一通胡编 等到天色要黑 郭靖下卷经文写了大半 还没写完呢 那欧阳峰也不敢放他回去啊 怕红七公再反悔 就弄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请他吃饭 一直坚持要等他写完 这边红七公是有点不放心 心想徒弟怎么这么半天了都不回来呢 瞧瞧的溜出去查看 隔着门缝看到郭靖正被伺候着一边吃喝一边写呢 桌上摆着琥珀色的陈年美酒 隔着这么老远都能闻到香气扑鼻 红七公就忍不住暗骂说老毒物太势力了 有求于我徒弟给他上的是最好的美酒 给我的只是寻常的酒而已 就差没给我一瓶小可乐给我打发了 不过给他照顾的这么周到我也就放心了 心想你不给我好酒我还不会自己找吗 我可是天下无双的酒徒 当年在临安皇宫的照样偷你这个小船 我偷你点酒那还不容易吗 回头在你的酒窖里面喝完了 我再撒上泡尿 我让你尝尝老叫花的陈年老尿 就可惜我那傻徒弟也得跟着一起遭殃了 不过那也要不死他 说完摸索着还真找到酒窖里面了 闻着味很快就发现了 藏在里面一通喝呀 正喝着呢就听到脚步声 声音虽然很轻 但是被他听见了 知道这个脚下的功夫呢 肯定是欧阳峰跟他侄子了 缩起来身子往里面一藏 开始听他们俩说什么 就听欧阳峰说呀 各处船舱的油柴硫磺都背齐了吗 欧阳克就笑着说都背齐了 只要一引火 整条大船瞬间烧成灰 老叫花直接给他烤焦了 洪起功大吃一惊说 他们这是要烧船呢 欧阳峰就接着说 咱们等姓郭的小子睡熟了就办 你先下船 别让老叫花发现了 欧阳克说 那我那些老婆丫鬟小妾怎么办 欧阳峰冷冷的说 臭叫花一代武学大师 就当给他陪葬了 也算符合他身份 这俩人是够狠的 这么多条人命都要一起烧死 之后就听见俩人 拔开这个桶上的木塞 洪起功闻到一股油味 又听见他们撒硫磺放木柴的声音 欧阳克就笑着说 叔叔 再过一个时辰 等姓郭的小子葬身海底 世上知道酒阴真经的就只有您老人家一人了 欧阳峰说 不对 有两个 将来我还能不告诉你吗 这句话给欧阳克听得大喜 乐呵呵的带上了门走了 给洪七公气的 心想要不是鬼使神差让我听见 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于是悄悄的溜进郭靖的卧室 把他给叫醒 同时感觉门口有人偷听 洪七公就大声说 好久啊 再来石虎 老毒物 来咱们再拆一千招 欧阳峰在外面一听 他是这么胡言乱语的 那就放心了 确认他是在屋里没跑 心想 他是在做梦 这老叫花做梦 说了梦话还跟我打架 同时 洪七公推醒了郭靖 郭靖刚呃了一声 他说 你跟着我 别问原因 咱俩悄悄的溜出去 郭靖心里奇怪 就这么跟着一直跑到船边上 俩人抓住边缘 倒挂金钟 挂在船的外侧 船来回晃动 在波涛之中 见了俩人一身水 幸亏功夫高 不然就掉下来 这么悄悄的溜到船的后边 果然发现 绳索拴着一艘小艇 洪七公就说 上小艇 俩人手一松就跳上去 同时把绳索割断 刚一下去 就突然看到大船上火光冲天 船头船尾是人头 攥动乱成一团 欧阳锋这帮仆人丫鬟 是呜呜喊叫 都不知道发生了啥事 同时 欧阳锋手中提着灯冷 跑到船的后面 发现小艇没了 原地 哎呦一声大叫 知道糟糕了 本来要烧死 洪七公 郭靖 结果这不是搬石头 砸自己吗 眼瞅自作孽 报应说来就来 欧阳锋熟直的叫喊声 夹杂着愤怒和惶恐 远处 洪七公 气沉丹田 哈哈 三声大笑 纵声长笑 然后扭头跟郭靖说 他们啊 本来想烧死咱俩 结果玩馅了 突然看到右侧远处 划过来一艘小艇 头顶还跟着两头白鸟 一个白衣人影 搜的一下 穿上大船 借着星光看到那个人 头顶的竖发金环闪烁 郭靖低声惊呼 戎儿 对 黄荣到了 黄荣早在桃花岛 接上了小红马 还看到白鸟 腿上绑着的 有难两个字的布条 内心是又惊又喜呀 让白鸟在天上引路 自己招呼了一个雅仆 驾船 匆忙赶来 就怕相救不及时呢 等手提额眉刺 穿上了大船 只是看到欧阳克 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急得团团转呢 就问 郭靖呢 你把他怎么了 欧阳峰刚听到远处 红七公放声大笑 正彷徨无测 突然见到黄荣和他的船 这可是救星啊 结果 划着黄荣的那个船的雅仆 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一看没人逼着他了 没人管他了 自己划船跑了 这下黄荣也没船了 远处红七公郭靖 都盯着黄荣呢 郭靖就惊叫 好大的火 快去救荣儿 俩人划船靠近 黄荣突然听到波涛巨浪之中 传来师父的声音 远远的就听到他说 荣儿 我和靖儿都在这儿 你游泳过来 等黄荣正想翻身跃入水中 身子硬生生被欧阳峰给抓住了 没跑了 那是 要把他放了 那叔支俩不是死悄悄了吗 黄荣就大叫 放开我 身拳就打 欧阳峰是出手 快如闪电 两下就给他控制住了 然后 也朝远处喊话说 臭叫花 黄姑娘在我手里 你瞧见了吗 说话借着火光 把黄荣高高举过头顶 这一下 红七公 郭靖瞧得是清清楚楚的 红七公怯的就骂 说 哎呀 他以此要挟 想上咱们的小艇 我去救荣儿回来 靖儿 你守着小船 郭靖正说 我也去 红七公说你别去 你别让人把这个船给抢了 郭靖这才强行的按耐住冲动 他双腿一蹬飞跃而起 咔的一声 在大船的船身上 用手指插了五个指孔 这么攀岩上去 上了甲板迎面朝 欧阳峰就是三掌 同时说来来来再拆一千招 但是欧阳峰一阵冷笑 用黄荣格挡 红七公只好收招 他发现黄荣身子软软的 被点了穴道了 就说老毒物真不要脸 你把他放了 我跟你绝个胜负 欧阳峰怎么可能把黄荣交给他呢 顺手一扔 扔给欧阳克了 说你带着小丫头下小艇去 这边欧阳克顺着绳索 慢慢的抱着黄荣 往小艇上面溜 那边呢 红七公 欧阳峰两大高手 各自施展上乘武功 打的是不分胜负 这烈焰之中 一个拆招一个格挡 俩人都是尽了全力了 郭靖看到师傅打得异常激烈 就没注意到欧阳克带着黄荣 悄悄地溜上小船了 那边 红七公跟欧阳峰 本来武功不分博种 但是欧阳峰呢 先前被大火这么一顿烤啊 火势越来越大 头发 胡子 都有点烧焦了 但是红七公身上是湿的 那跟他越打越占上风 当然是不怕在大船上耽搁了 南分宣制的两人 有一方占了上风 那高下立判 欧阳峰很快一脚都着火了 被逼得一步步倒退 显向还生 要躲着火苗子 还得应付这个红七公的灵力掌法 眼看只要随便中一招 他就受伤不清 红七公现在是稳操胜券了 越打越得意 心想 老毒物 你也有今天 我分分钟就能毙了你 你现在这条老命掌握在我手里 我马上就能为江湖铲除一个败类 他转念一想 我要是现在把他给打火窟里面 让他葬身火海 那虽然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 就这样送了他的性命 也没什么意思 跟郭靖我们爷儿俩 好不容易设套 让他得了九阴假惊 我要是不让他练练 那还真就对不起他了 我让他上了个大当 我不看看结果 那实在太过可惜呀 想到这 大笑一声说 老毒物 今日就是饶了你 上小艇吧 欧阳峰一看他这么突然突发善心 也不领情 大大的翻了个白眼 飞身跃入海中 但是很快呀 他又从海里面上来了 现在他身上也湿了 跟洪七公说 现在我们再打 公公平平的决个胜负 洪七公说 好啊 那太妙了 说完俩人又打起来 打得更加凶狠 郭靖一回头 突然看到欧阳克带着黄荣过来 但是发现他正搂着黄荣呢 黄荣被点了穴道 不能动嘛 心中大怒说 放手 欧阳克好不容易抓一次黄荣的手 哪能放开呢 就笑着说 你敢动手 我一掌震碎了他脑袋 郭靖双掌齐出呼呼两声 劈他面门 他只好放开了 俩人就这么打起来了 他俩这么一阵交手 欧阳克又用灵蛇拳砰的一拳 狠狠在郭靖的脑门上给了一拳 给郭靖打的是眼冒金星啊 心想这时候稍微一分神 就有性命之忧啊 当时猛下杀手 等他第二拳来到 双掌交错 就把欧阳克的胳膊给他架起来了 同时施展双手互搏 左拉右推 这么用力一脚 咔啪一声 欧阳克当时手臂就断了 给欧阳克疼的 嗷了一声 是 你敢动人家媳妇 那人家小伙子不跟你拼命吗 没一掌给你拍大海里面算不错了 凭郭靖现在的武功 那杀了欧阳克也是分分钟的事 其实欧阳克呀 武功不在权真教 马玉和王初一他们之下 要是在岸上施展开了 单打独斗的话 那是比郭靖要高的 所以郭靖上一次 打了欧阳克一个冷不防 这次因为船太小 欧阳克擅长的轻功还是放不开 所以两次都吃亏 又招了郭靖的道 还几乎还都是一招见了分晓 不然的话他再怎么不计 不至于说一招就输给郭靖 都敢巧了 加上郭靖小伙子也生猛 从小毕竟蒙古长大的 小伙子身体本来就结实 脑袋上挨几下 不当回事 比一般人身子骨都硬似 打伤了欧阳克呢 看他在旁边哼哼唧唧惨叫 也不理他 忙着帮黄荣解开穴道 黄荣重获自由之后说 快去帮师父 郭靖一看 这时候远处的俩人 依山带风在熊熊烈火之中打得声势惊人 突然嘎吱一声巨响 大船的龙骨从中间断裂了 俩人都落了水啊 还被大船的围杆给分开了 暂时停手 同时郭靖挂念着师父安威 用力把小艇划过去 但这个时候 欧阳风突然抽出他的春刚舌杖 以灵力的杖法朝红旗公就是一顿猛杂 红旗公也从腰间 拿出丐帮帮主代代相传的绿竹杖 跟他对打 这两个武林宗师啊 一栋上兵器 那给郭靖更是看得眼花缭乱 头一次看见师父 动用兵器也都看精了 气泄招数之神奇 是郭靖从所未见 不禁为之神网 赞叹不已 武学之士常言道 百日练刀千日练枪万日练剑 这个剑法照理说是最深战难练 武学之士呢 往往练到巅峰的境界 都是惊严剑术的 到最后人剑合一天下无敌 顶级的高手碰面 那就是难分宣制了 红旗公跟欧阳风 太了解对方底细 以前要说是剑术的话 恐怕谁也胜不过对方 干脆华山论剑之后呢 舍弃剑术不用 红旗公改用绿竹杖 这是丐帮 历代帮主的宝贝 算是丐帮的圣物 质地柔软 比剑长了一尺 他本来就刚猛的路子 用上这个兵器 变得是刚中带柔 刚柔并济 那威力大大增强 红旗公同样是苦练杖法 棒法 融汇在他那个铁杖的招数里边 将杖头 呲牙咧嘴那个人头啊 还有杖身上那俩毒蛇 舞动起来声势非常唬人 让人防不胜防 毒蛇还能伸缩土信 招数怪异 威猛之急 俩人这么杖法 对杖法各自施展奇妙的绝招 欧阳峰这个杖法 要是跟别人对打的话 那必然是占了太多的便宜 他机关多呀 但是也分跟谁打 你要是跟红旗公这样的大高手打的话 那反而不如红旗公那种大盗质简的招数 玩太多花样 人家不吃你这套 所以他干脆也就不发射暗器了 对 其实欧阳峰那个铁杖 他是有机关暗器的 但是发出来 红旗公呢 绝对能躲得开 这样一来 那不得被人笑话吗 干脆不如不发呢 俩人就这么老老实实的 凭真功夫打得不分胜负呢 俩人这么对练上啊 都惊叹对方招数惊奇啊 本来这些都是打算留在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出奇制胜 现在提前使出来了 郭靖站在船头 还说想跳上去帮师傅打架呢 但是看二人施展看家绝技 打得眼花缭乱 自己功力差的太多了 哪能帮得上忙啊 根本就是难以晋身的 那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至于说红旗公跟欧阳峰这场巅峰对决结果如何呢 我们下次再讲 第二十章篡改经文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讲第二十一章千军巨言